著名的投资家查理芒格说 你想拥有一样东西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前期内容我们分享了 我们要谨慎的区分 事实上的拥有和道德上的应得 最好的拥有就是 自己在道德上也配得上这份拥有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经常把拥有等同于应得 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说 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 除此以外 他还想要确认 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 更重要的是 他还想要确认 与其他人相比 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 他更想要确认 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 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上一期内容我们说 像拿到结果的人学习这种观点 极具有吸引力 而背后体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它暗示着我们应该以结果 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最终价值 而我们经常把这种结果 仅仅简化为金钱或是财富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常常赋予结果以更高的道德价值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些拿到结果的人 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 好像更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一个社会鼓励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 这是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作为底层的信念 也是作为重要的信念 因为它告诉我们 什么价值是值得所有人追求的 什么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会深刻的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动机 和改变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如果赚钱多就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如果长得漂亮就应该被万人膜拜 如果粉丝多就值得我们模仿 这种思想的问题在于 它强化了结果的价值 而忽视了过程的价值 而结果其实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个人拥有什么并不等同于他应得什么 我们需要谨慎的赋予一件事情以道德价值 王文明在传习录中告诫弟子聂文卫 姚舜宇之所以伟大 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什么样特殊的才能和伟大的成就 而只是因为他们做到了自良知 遵从了自己的德性良知 做了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相较于他们获得的成就 我们更应该推崇和鼓励 是做事的动机和态度 以及做事过程中所秉持的精神和品质 其实关于事实上的拥有和道德上的应得之间 哪一个更重要 我们的古老的智慧早就给出了选择和答案 在周易中说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斯坤君子以后德载物 周易中还说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为什么后德可以载物 为什么德不配位就必有栽秧呢 其实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还有后面半句 孔子说的是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德博而卫尊 自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先不及业 意思说 一个人自身的德行 无法与他所处的地位和成就相匹配 就很容易造成祸患 德行浅薄的人 地位太高 智慧不足的人而谋划太大 力量太小的人 而负重太多 那就很危险了 很难长久 这里的位 就是一个人的成就 或者拥有的东西 而这里的德 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品质 为什么德不配位必有栽秧呢 之前我们在中庸的系列里面 就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 一根木棍只能承受100斤的重量 如果你要放200斤的重物上去 那么这个木棍就必然会折断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而这里的德就是一个事物所蕴含的内在的力量 孟子把这种内在的力量称之为义气 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所以孟子说 我们一个人一生其实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极易 你极的意义多 你的德行就越高 你能承载的就越多 而相反 如果一个人内在的德行不够 那你就无法承载 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成就 就像查理芒格说 你想拥有一样东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其实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中庸里面说 故自成无息 不息则久 久则真 真则悠远 悠远则伯厚 伯厚则高明 伯厚所以载物也 高明所以富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 成就一个人的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德行 这才能让这个人的拥有和应得完美的匹配 一个人内在的德行 其实就是这个人内在的德行良知 中庸里面说的自成的过程 就是王阳明说的自良知的过程 也是大学里面说的明明德的过程 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就是动词 就是死之明亮或者差亮的意思 之前我们在讲大学和王阳明系列里面也讲过 明明德的意思 就是让原本光亮的德行恢复明亮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练 也就是自良知的过程 而我们古代的思想内在其实是非常统一的 他们所鼓励和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也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周易中说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四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一个人外在的成就应该由内在的品质 以及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发挥了这种品质来决定 让一个人的德和他的位实现完美的匹配 让一个人的拥有和应得进行完美的匹配 这才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所应当追求的 一个社会赞扬什么 鼓励什么 这会内化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 也会成为每个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一部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并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并且订阅